大家好 这两天啊 没时间给你们做更多的 更多的这个回答问题了啊 这两天不断的接电话 国内各个地方都有人打电话过来 有人是说办护照开始出问题了 我们在这前面的时候呢 好几期的节目里边说 护照 关于护照的问题 关于出国的问题 能不能自由的出国了 从现在看 确实收紧了 这个 这几天呢 我总结了一下 反正基本上是这样呢 有护照的呢 它是说你留学什么的 可以 但是留学这个东西呢 据说将来你在自费留学的 可能也不行了 保留一部分公派的呀 或者他们自己的这个 有什么的 可以 就是民间自由 这个出境 旅游 这些申请 不批了 民间商务出境 他们加了规定了 就是要审核 比如说 他不明确的说吧 反正这里边看看有没有一些政治上的这种安全 或者是怎样 另外呢 像这个私营企业主啊 包括这些经商的呀 因为这个理由呢 恐怕他也基本上限制了 嗯 然后呢 今天呢 我们又看到说 各地在这个呃 北京啊 上海啊 河南啊 山东啊 好多地方 北方的这些嗯 大的这种城市了啊 也都出了一些限制了 但是他现在呢 不公开的说 我们再考虑两点啊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不是 他现在是敏感时期啊 你看从这个两会啊 呃 22号开始的这个两会 呃 20号 呃 20号 这个台湾这边啊 这些情况 一直到 6月4号 6月10号 6月9号的 香港 这边 他是不是只是一个暂时的限制呢 在这儿呢 我们前边所有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担心啊 呃 到现在看呢 啊 确确实实是暂时的关门了 那这里边有太多的人 现在是因为疫情的情况 出不去的 你即便是有护照了啊 但是那边的国家呢 没有签证啊 还有一点呢 是什么呢 是我们到底是 有什么方式 先出来 出到哪去 这是说呢 啊 你一定啊 就是说决定说肯定要跑出来了 要出来了 那就是说你要 真的 呃 想办法了 我们经常说这个过去经常说第三地呀 到别的地呀 找个跳板呀 找个跳板国家先出来呀 先怎样的哈 反正今天呢 在这儿呢 是很紧急的这个情况 但实际对于我们来说啊 这种情况也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啊 参考我们在前边的视频啊 已经反复的很多次在说了 有的人说移民我正在办理当中呢 排期当中呢 我那边都劈下来了 但只是疫情的原因现在出不去了 下一步 下一步 他们最坏的情况会怎样 比如说 对于这个留学现在听起来还在是给你留一个口 说你要是说正常的有这种证明 证明你留学了 到了7月份 8月份 会不会私人的这个留学也限制了 另外呢 所有的这些 比如说啊 投资移民的啊 所有的这些人 他你这个钱怎么弄出去 现在这个钱和这个签证 护照 机票 等等等等 现在都处在这个 限制当中吧 反正这个疫情各地 是说到什么时候 全世界到什么时候 他们会不会就是干脆打着疫情的这个借口 过去说的这个闭关锁国 国门 是不是现在开始就随着这个两会开国门关呢 还是我们这句话啊 就是说 能不能每一个人 在国外的 你这两个月有什么急事都别着急回来 没出来的人一定想出来的人 想尽一切办法 先 走出国门 不管你去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能让你去 你就去 对吧 至于说现在说犹豫的 本来在这次之前 没决定说马上就出来 就是现在觉得形势紧张了 才开始想想跑出来的人 那估计是不给你 犹豫的时间了 好吧 在这儿呢 这两个 这个情况 一个是出国的 一个是关于护照 关于留学 关于移民 所有的这个情况 新四月 人虚日 得挂 雷锋横 变 坤 六冲 二窑 三窑 四窑 全部都发动 内挂反银 父母窑 代表手续 代表许可 海水 越破 无弃 是地方各级的这个规定 包括说出境这边有什么样的限制 他们内部一定是有了 只是不对外公开说 好 在这儿我们对外公开说 而且说的这次就是最后再说这个问题了 确确实实是过去二十年以来 自由来往 自由出入 自由的这个迁徙到这个月为止 应该是限制了 这就是我们过去一直说闭关锁国等等 你不锁 别的国家锁了你中国 那现在呢 他锁性说考虑到外汇的问题 干脆他也开始闭关锁国了 锁国还是锁人 反正就是上锁了 好吧 大家想尽一切办法 在现在 如果说最后还给你一点点机会 因为他毕竟在法律法规上边 没对外公开说 我们 想办法 办法总是有的 要想出来还是能出来的 好吧 谢谢大家 再见 欢迎订阅啊 好的 下次见 宝贝 调宝贝 宝贝 宝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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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